總算讓我擋到你們啦 進了我的地盤 看你們還如何離開 用完早上後 我出去走走 你們兩個也多出去打聽關於那個神仙的故事 這 這是皇神唯一重任啊 皇神放心 這事交給我 我一准給你打聽得明明白白的 我去 沒說不去 好好打聽 那我陪著你 君主 夫君就留在客棧裡 等我回來 喝連夜點頭表示知道了 君主 你怎麼不蒙著面紗 我有保護自己美貌的實力 想不到這臨城來了這麼有姿色的美人 本大爺今兒個 要和他們好好玩玩 是 龐爺您放心 小的聽會把這事辦得漂漂亮亮的 賀連夜從黑衣人的口中得知消息之後 也只是擺了擺手 夫人覺得無聊 讓她好好消遣消遣 關於京城那邊的眼線 進出處理 本王不希望有任何消息 傳到京城 黑衣人低頭應聲 瞬間消失在原地 另一邊 君主 是不是我的錯覺 總感覺有人跟著我們 你沒感覺錯 的確有人跟著 待會兒看過的就是了 幾位美人兒 我家少爺有請 跟我們走一趟嗎 你們少爺是誰啊 請 你們這架勢是請 你們這更應該說是脅迫吧 哼 姑娘看得明白 既然明白 那就應該乖乖地跟我們走啊 看來是非去不可了 對方既然想玩 咱們陪著就是了 總要讓對方盡興才是 嗯 你這個小娘子還是識趣 小院是學著江南蘇淮的風格 小橋流水甚是賞心悅目 江銀沿途掃了一圈 這裡面藏了不少的打手 不過江銀唇腳一勾 無數個像小飛蟲的機械蟲 從江銀的袖中不著痕跡地 朝著四面八方飛去 江銀藏在暗處的那些人 全都控制在自己的掌控之內 江銀覺得自己 從星際各個地方搶回來的東西 來到這兒讓自己如魚得水 他日回去一定要多搶幾次 過來 陪本少爺喝酒 沒聽到龐爺喊你們呢 還不快點過去 啊 我的手 啊 我的手 沒有